除了每個人的身體構造不同 有一項測試報告指出 能借此達到更高的運動效率 大家好 歡迎收看魔鬼阿諾的頻道 很難得的我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再發布一支影片 那是為什麼呢 在前陣子我發布了一支三頭肌的訓練影片 在影片中我提到三頭肌屬於小肌群 但仍然需要進行大重量訓練 那有一個網友就在下面跟我做一個很熱烈的討論 主要提出來的點就是 三頭肌不是小肌群 甚至還是上半身第二大的肌群 僅次於三角肌 這個論點不能說錯誤 不過這位網友對於大小肌群的定義可能有一些誤解 確實在2019年時 有一項測試報告指出 我們所認知的小肌群 三頭肌以及三角肌 測試結果出來後 反而是上半身最大的兩塊肌肉 以單一塊狀肌肉來說 當然這個測試結果 在當時跌破了大家的眼鏡 不過即便如此 為什麼卻沒有完全的推翻大小肌群的區分呢 其實這個測試內容也不難理解 主要是把每一塊肌肉獨立出來做測試 而當我們在講三大肌群時 尤其是我們的背肌以及腿部 我們在講背肌訓練時不會只講背闊的部分 而會將大小圓肌 中下斜方肌等等的包含在內 而我們在講腿部肌群時 會將前側後側以及臀部包含在內 至於三頭肌及三角肌 這個測試是將每塊肌肉拆開來看 確實是如此 不過以身體定位來看 在廣泛性以及功能性上 都不能把它定義為大肌群 這也就是為什麼大肌群會如此重要 因為它在運動時會牽扯到非常多的部位 外加上 除了每個人的身體構造不同 肌肉大小分布也略為不同 最主要是大小肌群的區分 不單單只有肌肉大小的衡量這麼簡單 我們人體會將胸肌、背肌以及腿部 歸類為人體三大肌群 主要是因為在人體的運動中 以及在執行複合式動作時 會由這三塊大肌肉去帶動其他的肌群 能藉此達到更高的運動效率 比方說在做伏地挺身或握推時 胸肌為主要的發力 而如果要完成整個動作 除了核心肩胛作為穩定 背肌解抗 攻三頭肌以及三角肌前肅 輔助發力來完成整個動作 槓鈴划船則需要核心穩定 肩關節作為穩定肌 背擴肌主要發力 中下斜方二頭肌協助參與 手握寬一點的話 甚至後三角也會協助參與 簡單來說一個大肌群 能號召的小弟非常多 因此能更高效率的完成動作 而三角肌以及三頭肌的資源就更少了 甚至如果要針對三頭肌獨立做訓練 幾乎是完全孤立化 因此才會在許多新手剛接觸健身時 許多人會建議先從三大肌群開始練起 就是因為光練這三大肌肉 就能同時練到其他的肌群 當然如果要在外觀上 看起來更有張力 就需要在其他的肌群上做個別的強化 而當然如果單純以提升運動表現來說 複合式訓練一定效益會比較高 因此在減重的時候 首選一定是先選擇大肌群的複合式訓練 因為帶動的部位比較多 熱量的消耗自然就會比較高 在收尾的時候 再針對個別的獨立肌群 下去加強及雕塑 這也就是為什麼會有大小肌群之分 也不是說相較之下小肌群比較不重要 小肌群除了輔助、穩定 更重要的是協助完成整個動作 彼此都有各自的工作崗位 就跟我們人一樣 團結起來就能變得更強大 各位也可以試想一下 不要只把觀念放在訓練肌肉上 如果是放在日常生活中 或者是其他類型的運動 比如打球、拳擊之類的競技活動 你們覺得只用肩膀或三頭肌去發力 效益會高嗎? 因此大小肌群的分類 並不是用單一肌肉大小來衡量 而是在於它會牽引到的肌群範圍程度 以及對我們人體帶來的功能性 效益有多大 當然每一塊肌肉 還有很多的東西可以去分享跟討論 希望以這支簡短的影片 讓所有愛好健身的朋友們 能夠有更好的訓練觀念 喜歡的話再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哦 本集就到這邊,感謝大家